嘿,不需要挑独门运动饮料 樱桃汁就能在运动后把你照顾好 这是个好东西,能减少健身后的肌肉酸痛 肌肉通常会在练完后一两天开始痛 第三天则会感觉像你几乎动弹不得 樱桃汁充满矿物质、维生素和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是帮身体细胞对抗自由基的元素 自由基从细胞夺取电子,伤害细胞 虽然樱桃汁也富含花精素 尤其是你把它跟其他樱桃汁相比的话 因此它味道比较酸,也造成樱桃鲜艳的红色 此成分很重要,因为它有消炎特性 我们健身后在肌肉中感受到的发炎 会传送讯号给身体,启动修复程序 酸樱桃汁就是在这点上协助肌肉加速复原 并预防力量流失 你在健身前或健身后饮用皆渴 补充水分,尤其是在做了蛮激烈的健身 流了很多汗之后 一旦补充了液体含量 身体就会恢复力量 改善肌肉灵活度并减少酸痛 补水能让肌肉成长并恢复 是有道理的 毕竟我们身体高达70%是水 除了酸樱桃汁之外 你也能选一般的水 红茶和绿茶 椰子水 巧克力牛奶 或低糖的运动饮料 这一类的饮料有电解质 是舒缓肌肉的元素 听起来很明显,但没错 饮食是必要的 别跳过餐点 就算你想减重 因为你这样可能流失肌肉 这有反效果 你应该吃正餐来增肌 并加速新陈代谢 高蛋白的食物 是你增肌及修复肌肉所需的 所以要选肉 乳制品 鸡蛋 坚果与豆类 除了大分量餐点外 优良的健身后零食 也要选择热量别太高的 对比疗法是另一项健身后要做的事 这很简单 不,不是吃掉 首先 你用蛮凉的水冲澡 然后换成蛮热的水 再反复个几遍 研究显示 这一类的疗法缓解肌肉酸痛 并让身体回到正轨 比任何其他恢复的方法都有用 泡棉滚筒是自行按摩的工具 有项研究证明 反复强力举重之后 在大腿后肌上使用泡棉滚筒的运动员 跟没使用的人相比 肌肉酸痛的问题比较少 这会刺激血液流动到 你用滚筒按摩的特定区域 最终有助于把重要的营养 带到肌肉组织 若是你想让肌肉稍微暖身 你也可以在健身前使用泡棉滚筒 不过 这是你在训练完之后 很棒的缓和运动选择 慢慢滚过你觉得紧的肌肉 假如你注意到酸痛的点 按压20-30秒 再继续到下一个 动态恢复 又称进行不会流很多汗的低强度健身 也是个选择 这可以是瑜伽 慢跑 走路或游泳 别太难的东西 虽然你好像应该保持静态一阵子 才能让肌肉有机会休息 但保持动态是关键 这会保持血液流动 有助于身体从激烈运动中复原 与此同时你也不会施加大量压力在关节和肌肉上 这也有助于肌肉保持灵活 减少酸痛 并排除体内毒素 此外你在休息日保持活动也会感觉很棒 不过要低强度的 嘿 打扫家里也属于低强度健身 所以打开你最爱的音乐 动手吧 历史工作桌也对平时的健身贡献良多 因为你已经开始健身 就别让自己一天钟剩余的时间懒散了 假如你一天钟或是上班坐太久 请考虑用历史工作桌来修复体资 试着做点趣事 如倒立 对 你先 当然 你一开始都要对着强坐 而且不会完美 但你会渐渐看到自己的进步 并测试自己的力气与活动力 健身之后冲澡并更换衣服避免细菌 我们身体有油性保护层 称为皮脂 它与死皮细胞结合就可能堵塞毛囊 所以别穿着汗湿的健身服纳量太久 好好为训练做准备 避免受伤 并让身体准备好面对激烈的身体活动 暖身时 先专注在比较大的肌肉群 比方说大腿后肌 在低度缓慢的节奏开始 然后逐渐增加动作幅度 速度与激烈度 你可以用五分钟低强度活动开始 如原地慢跑 走路 自行车 或是像开合跳那样的有氧运动 在许多地方 这动作叫心跳 完成之后 你的身体应该觉得温暖 精力充沛 关节活动力更好 那你就准备好可以健身了 别忘了好好伸展一番 这通常在健身后 而非一开始 因为身体已经热了 也就是你需要缓和运动的原因 此外 动作范围比较大 省略不做很诱人 尤其是你健身很久 已经没时间的时候 不过伸展会降低肌肉紧绷并增加灵活度 你可以找方法追踪自己的动作范围 往正常方向移动关节 看停在哪里 定期伸展一个月后 在跟你之前停的位置相互比较 伸展也让肌肉为下次健身做准备 不论是第二天或是过几天 每健身一小时就配十分钟伸展 并试着针对你在训练中使用最多的肌肉群 每个伸展二十至三十秒 如果感觉不对 就要小心 慢慢来 也许你做过头了 要伸展大腿后肌 请坐在地上 右腿往前伸直 左腿弯曲 让左脚碰住右膝盖 现在往前弯 尽量让右手伸到脚趾 伸展大腿后肌 假如做不到 就抱住小腿 做这个练习时 试着每次并把整个身躯往前靠多一点 不只是肩膀而已 左腿也进行相同的动作 臀部伸展还是应该在地上 弯右腿并让左脚平放在地上 将右腿跨过左大腿 保持姿势 把双腿往上半身拉 保持不动 过三十秒后 换边做同样的动作 要伸展大腿根部 请坐地上 让两脚脚底相碰 握住脚趾 将身体往前倾 从宽部弯曲 伸展下背要躺下来 双膝弯曲 抱住小腿骨 慢慢把膝盖往胸口拉 感受下背伸展 要做腹肌伸展 你得趴下 双手在肩膀下方 把上身推离地板 并保持骨盆在地上 这个会正宗腹部前方的区块 还有 要睡好觉 猫花大约三分之二的猫声睡觉 听来很诱人 但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我们平均只花大约三分之一 我们若是睡不够 身体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复原 正常来说 你应该10至15分钟睡着 假如你真的睡眠不足 这就会花你不到五分钟 尽量别在上床前做激烈运动 因为这可能让你清醒 虽然规律的运动 能帮你增进睡眠品质 以上就是如何打盹的新闻